贝多芬的第二号钢琴作名曲 作品二之二 是贝多芬很早期的作品 他提现给他的老师海顿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位交响乐之父 那时候贝多芬刚到维也纳 在维也纳已经树立了他的名声 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是在作曲上 都得到了不错的评价 在这些作品里面 我们也都可以看到 他除了在创作上有一些新颖的手法以外 其中也不乏一些炫技的成分 在这首曲子 我自己很愿意给这首曲子一个标题 叫做和谐的对比 在曲子里面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素材 被结合在一起 然而这些完全不同的素材 它们搭在一起又相当的违和 不会有奇奇怪怪的不协调的感觉 或者是互相争斗的这种冲突 我们可以看一看像这首的第一乐章的两个主要的不同素材 像 它本身就是两个不太一样的问答 而这首曲子的第二主题 这样子的音乐跟 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呢 无论是在旋律上 或者是在感觉上 都相当的不同 然而它们又可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一首的每一个乐章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手法 一直存在在曲子里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品味这首曲子的时候 能够从这样子的技巧里面感受到 贝多芬作曲时候 那个惊人的巧思 而把不同的素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就是这次贝多芬特辑的名家导龄时间 MOD月明199 未来也会在陆续推出各种的主题特辑 让大家更有趣 更轻松地认识古典乐 锁定月明199 精彩演出都在这